第四期,基础足球术语定位球篇 定位球,set piece 指的是将球从一个定点开出 大家每场比赛都会看到的中圈开球 以及上期门将篇中谈到的门球就属于定位球 在足球战术的发展过程中 防守球员的数量越来越多 在进攻区域的定位球成为了重要的得分手段之一 因此现在的定位球战术也是基本的训练项目之一 任意球,free kick 任意球是指在犯规后 在场上固定位置重新开球 任意球又分为间接任意球和直接任意球 间接任意球 indirect free kick 门将篇的时候我已经做过了介绍 间接在这里指的是直接射门进球无效 需要在其他球员触控之后才能射门 直接任意球 direct free kick 直接任意球是可以直接进行射门的任意球方式 防守方球员必须离犯规地点距离至少10码 也就是9.15米远进行防守 在这个距离之外可以排起人强来阻挡对方的直接进攻 大家可能经常会听到落叶球 电踢球 香蕉球等等这样的术语 其实这几种说法都是比较抽象的表达方式 如果严谨一点 我会根据球的旋转程度来划分 可以划分为旋转球 curve bow 例如贝克汉姆的成名作圆跃弯刀或者叫香蕉球 在踢出后通过球自身的旋转在空中画出一个相对规则的弧线 这个英文术语借鉴字棒球 在棒球术语中可以根据特点翻译成蝴蝶球 飞旋转球 或者本意的指关节球 因为球体表面并不是绝对光滑 加上气流的影响 旋转极少的球在空中会呈现出难以预测的运动路径 在足球中大家所说的落叶球或者电梯球 有可能指的就是这种飞旋转球 比如葡萄牙球员C罗的电梯球就是以这种飞旋转球的方式踢出来的 当然除了以上两种直接向空中施射之外 也可以是像这样配合出来的攻门方式 或者是直接从地面打门 借外手抛球 throw in 当一方将球踢出球场的边线时 交换球权让对方进行制手抛球 防守方球员需要和制球点边线保持两米的距离 规则是必须双手从身后举到头顶 抛出 双脚站在边线上或者边线之外 手抛球也同样可以成为决定比赛的关键 尤其是距离够远够准确的手抛球 像这样的花式手抛球也同样是规则允许的 不过难度就比较大了 脚球 connor 当防守方将球踢出几方底线的时候 或者进攻方任意球或门球踢进自家球门 手抛球抛进自家球门 另外一方获得脚球机会 脚球同样要求防守方球员在开出前保持9.15米的距离 通常看到的都是船中助攻的形式 或者也有球队专门训练一些别出心裁的战术脚球 技术够好也可以直接破门 当防守方球员在禁区里对进攻方球员进行犯规的时候 就会被判处点球 在正规的足球场上 点球点要求和门线保持12码 也就是约和11米的距离 在罚点球时 要求除了罚球球员和门将之外的其他球员都不得进入罚球区 也就是常说的大禁区 19年的新规要求 门将在对方球员触球时 至少保持一只脚在门线上 罚点不单单是一项技术 更重要的是球员的心态能够保持平和 否则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勺子点球 Panenka penalty 这种点球的名字来源于前杰克国角Panenka 在1976年欧洲杯决赛和德国队点球大战上的技巧 因为这种踢法形成的运动路径像勺子的独线一样 因此在中文里被命名为勺子点球 这种圣门方式和此前讲过的挑射是类似的方式 难点在于需要将对方门将骗过 也是一种心理战 反之就会被轻易没收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这个术语系列到此也就告一段落